好了 接下來有第五位的就是黃瑄儀小朋友 Hello 你好 跟大家打個招呼 對了 我想問一下瑄儀 你從幾歲開始學大提琴? 一年級 一年級嗎? 好了 你的病遮住了你的頭 你會不會有一個音樂家是你特別喜歡的? 沒有想過嗎? 那你有沒有想過哪一個大提琴家你是喜歡的? 沒有想過嗎? 那你想不想成為一個演奏家? OK啦 那你媽媽想不想你成為演奏家? 不知道 媽媽在哪裡? Hello 那你最喜歡的是誰? 最喜歡的人 最喜歡的人 媽媽 媽媽是嗎? 媽媽開心嗎? 昨天母親節有沒有做些甚麼? 有沒有在家裡練琴? 是否經常彈給媽媽聽? 是 媽媽 兇不兇的? OK OK 兇了 是吧? 好 你要彈好一點 知道嗎? 媽媽一下子拿著相機對著你 你今天為我們彈奏的 就會是法國組曲裡面的第五首 是吧? 好 把時間交給你了 努力了 好 交給黃瑄儀小妹妹 我一會兒 跑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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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